还是选择了拿圣马丁的南部高点山 对这个高点是很舒服的 不着急 他没上啊 他没上那个山 对扫车胎就行了 哎呦 这怎么办呢 哎哎 什么什么情况 对 难难最后就出现了打到 终究是得留下一个 进入到牛海皮的包围圈 是 哎呦 TYE上来就急着把我倒地 嗯 又来颗雷 我这雷 雨森躲了一下 还好不是顺暴啊 这 嗯就 这嗯就真兄弟 潘多拉还有一颗 看一下这个角度 远处的胜线 哇 直接补掉 还有一颗雷 别忘了 雷翔走 哦 这是闪 震爆弹 雨森 这位这难走啊 应该听到脚步声了 又爆了一颗闪 全摆 高打D 出事了 感觉架枪的队友 刚落位 对没给足威胁 这样你漏完声音后 XCG哥想办法把你这两个人也吃了 是 赶紧留吧 哎呦 看一下这个圈形的结构 哦 摩托车 楠楠走在12点上了 这没机会的 这 这边也是没办法 观察不到啊 嗯 哦 哦 上一场的恩怨 这一场继续 不过这是 DDT的一波 留下三个 包围 这是一波包围 只剩M200了 报仇 对 WCG打的确实很漂亮 这一局打回来 DT 目前80分 第七位 81分了 这反坡的概率还非常高的 SMS南边这个闪药牌 Pero脚下的闪药牌 我觉得Pero反正怎样 他至少拿到 拿到现在这个高点了 看东西两边怎么样 哎呦 至少 能进去波 啊 进去了 好深发 WDD 这波真的就 就值 对吧 特别一打二 那队友能架住吧 ARIS在跑位呢 ARIS还没到进点 这边可能要等一下 往二轮 这拳型的西边有好多人啊 祥璐想干嘛 祥璐是不是他想后撤 拿车去汇合 形成一个局部4打2 感觉这个拳型左上似的 左上切的面积其实是够的 或者西部顶角切 我又有DTT 近年TY TY只有两个人的 这只有两人 对 我刚才被打倒的人扶起来了 哦 人在吃雷 又来一颗 扣的要求 精准 哦 SX也来了 哎 补了 哇 这样只剩上面一个 ZDY想要过去扶人 丢到就 一颗烟丢下来 知道了 就在这个角 真没机会 就掉了一个扣都有点可惜了 是 拳型又上切了 没有给西边 西边这么多队伍 对的 就所以说拿个镜子量一量 感觉东边还是这个长辽王 改立高 但是 武帝里这个雷 一雷双响 这波正面是两人顶强路 给民的进攻 后面苏九跟17周 支援一下 原点有人在K头 武帝听到近年有人 这颗闪把自己也闪了 我看他在捂着脸 两把盆子 两个1897 这怎么攻 啊 啊 哎呦 我以为差点趴着两个人都倒了 还是武弟弟 差一点点啊 武帝 这边封烟起来之后 也知道在救人了 苏九有没有雷 有的 来了 而且不露身位 苏九丢这个雷 不露身位 哎 看到这个人在跑 没机会 哎呦 小五这个雷没扔出来吧 扔出来了扔出来了 还可以满边 还可以 还可以 这波 这波怎么走啊 主要是 有点小困难 难搞 西边人巨多 这西南部人很多的 天呗 这个角度 哦 哇 直接已掉 好的 那躺克 这 这 以完人之后 没血了 嗯 篮圈给带走了 玄子拿着分 前面楼封房没有人 就直接来了 南边的压力有点大 南边的人太多了 但总感觉那个悬崖边更爽一点 收成的概率更高一点 先打一分 几乎我打一个 小说补一个 好配合 夹起来打 XCG一脑瓜这么好 这一次真的很难解 没机会 远点架强的兄弟都没有作用 右下角TMA和GFY近点在打 高点RBS 也有角度能看起来 M200这局虽然早早就剩一个独狼 但是一直都来来回回 混迹在这个中心点附近 还拿了分 SMS屁股被掏了 看到这种雷从下面来 很少见的 TMA走的是底坡 其实跟RBS没什么关系 看前面这锅怎么放 19还想盯着 112也倒了 12没了 被篮拳刮倒了 刚救起来还是跑不过呀 嗯 这其实脚下TMA这两个人的分数 其实就慢慢收嘛 嗯 不着急 到屏障 本来天路是在TMA现在这个位置 嗯 但他找了一个机会特别好 就是他直接往前腿 一直腿到了RBS 就是面前 对 知道这个信息吗 他在走 感觉像不知道 这个肯定是真的 这都真的 我看在这走位 我就感觉像不知道 是的 四个老六 他可能会觉得就是 天路在这种位置出枪 为什么远点没有枪线呢 好一个瞬爆啊 聪聪 瞬间破局 RBS 只有两个人在站着 这波 三个人啊 在开车 对的 派又在开车 这位置也在这场枪 SMS也在往附近去摸 高齐 雷来了 直接被炸到脸上 是 还欠了二十多点血 满血都不够 6-1被打了枪头 在混淹安 这颗雷 这是哪来的 7-5 7-5 SMS过来劝架了 17-3只剩两个 前后都有人 DT有机会能服队友 5DT有雷吗 没有这波就很难完成突破了 7-5和选择的位置已经被听到 给队友报了点 离哥斯特别补掉 哎 这个6-1的侧身 没有开枪 这一波6-1感觉还是要倒 被盯上了 Pero去劝架了 Pero去打天鹿呢 天鹿在卡RBS Pero直接来一波P5后面的进攻 6-1打了7-5 但还是一个半身位 现在5DT很难受 他想做大事 对的 他现在在走 等这个SMS能不能再给点信息 苏九也在往5DT方向去靠 5DT这个信息没丢吧 因为之前5DT丢的是道具 5DT的机会 5DT五波两个背身 高兴状态回来了 这波苏九 两个聚残的人 看一下低炮的效果 没有丢到 绝 再给些闪 然后再顶 二清一 压制了 高兴被闪了 这波协同稍微有点问题了 两个人还同时丢道具 两个闪丢过来 苏九又全摆 这也是无奈之举 你看这个厕所已经被进攻了 但是厕身 天地地在帮忙 别硬队 稳住 稳住 这个时候就稳住 别被防去ACG抽 这颗雷让他往下滚一滚 臂力不太够 再来一个火 再来一个火 哇 天地地还是倒了 SASA燃起来了 能继续操作 踩在火上 这边要硬拿吗 氛围感拉满的位置 着了着了 没办法 真是无处遁形 感觉天地地的位置还在圈 可以救吗 可以救吗 这厕所 哎呀 照明 刚被拉起来了 他也燃起来了 对的 好急 好急 我知道你太阳做好了 顶上来再顶一下 哇 咱尽点 小鼓这个坏 可笑 这位置真的可笑 防区还有些ACG的枪线 完了被卡没了 这波 某的操作 确实 某的办法 那最终三支队伍 DT四人 这位置 还好第二波稳住了 是 第一波有点小失误 有点空气强的感觉 主要是阿西来不得选 但是马东西的魅控子弹不多了 又可以一分 打了六发 应该还有十二发左右 可能不到十二发了 小佐这个夹也碎了呀 小佐是真大胆 右边看都不看 不管了就往下抽 走哎呀 直接两枪带走 没机会 是的 这边刚才 估计DT也是打倒了一个人 还有最后一颗 这三颗没效果 打了一个 还有火 如果再封了眼 岂不是 那这样DT去顶前面那个位置了 天天很帅 还有白火瓶 的mini都已经没上子弹了 对 真的有点穷了 一听 还有人玩黑科技 什么意思 有点黑手脑 专用枪 拉过来了 机会 漂亮 这一波拿他的位置 夹角 开顶 再把东西打 这个枪 有点倒影 对的 这个枪不如放近一点打 ACG 打完一波以后 还在中心点 最后四番 不能浪费自炸了 对的 马上又迟到了 这鱼怎么这两队打得好穷 我感觉 是啊 就DT和ACG 一直在中心嘛 是 二打一了 你不过我不漏 不是扶不了 好急 没机会了 恭喜ACG